泰國疾病控制局局長瓦塔納因夏洛恩週日表示 泰國出現首個死亡病例 瓦塔納因夏洛恩表示 死者此前也患有登革熱 曾在零售部門工作 在疫情爆發的早期與許多遊客有過接觸 死者首先於1月27日因登革熱入院 後被診斷出感染新冠病毒 並於2月5日轉移到政府的主要治療中心 週六晚些時候因多個器官衰竭死亡 根據疾病防治廳的數據 自1月以來泰國已報告了42例新冠肺炎 其中30例已康復 11人仍在醫院接受治療 澳大利亞週日也報告了首個死亡病例 當地衛生官員說 該名男子是鑽石公主號郵輪的乘客 我非常抱歉提出 殘忍的78歲的男子 我們所管的新冠肺炎病毒 死者生前從鑽石公主號撤離回國後 一直被隔離 衛生官員說他的遺孀也感染了新冠病毒 不過情況穩定 來自政府的最新數據顯示 澳大利亞確診患者週日新增2例至27例 此外 澳大利亞健康部週六證實 一名63歲從伊朗返回的婦女被確診新冠病毒 澳大利亞宣布將拒絕所有從伊朗來的外國公民入境 伊朗衛生官員說 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數已達54人 受感染人數上升至978人 並呼籲人們待在家中別出門 伊朗的周邊國家科威特 則呼籲公民避免旅行 以避免感染新冠病毒 科威特目前已有46個感染病例 日本則有947例確診病例 其中705個來自鑽石公主號郵輪 累計12人死亡 其中6人來自鑽石公主號 日本首相姍貝勤三週六承諾 政府將竭盡全力遏制新冠病毒的傳播 安倍表示 10天內日本政府將動用超過25億美元的儲備金 設立一個新的應急一攬子計畫 以緩解新冠病毒擴散的影響 週日 美國芝加哥市報告了一起新增新冠病毒病例 目前美國共有70個確診病例 1人死亡 國際大都市紐約市沒有確診病例 在歐洲 意大利確診病例達1694個 其中41例死亡 是歐洲最多的國家 目前在中國大陸以外 新冠肺炎疫情已擴散至全球67個國家和地區 新唐人記者嚴峰、劉海英綜合報導 山政府加入人 HORSE 氮死亡